六十七 頭條日報 無癌症當癌醫貪亂斷症美容醫酬45年 2015年7月12日國際P-09美國發生一宗令人發指的醫療醜聞 密歇根州最大城市底特律一名無良醫生為了騙取病人醫療費和保險金 竟然不擇手段 無亂斷症 明明他們沒有運上癌症 確硬指他們體內有腫瘤 先後提553名非癌症病人進行不必要治療 包括化療 部分病人和家人因為無法承擔具額醫療費用而破產 更慘是身體受到無法彌補的創傷 終身受苦 但該名醫生卻自肥 成為百萬富翁 最後東昌市法被捕 法庭週五重判他入獄45年 主控官巴巴拉更形容案件是美國史上最嚴重的詐騙案 綜合報道該名無良醫生為五十歲腫瘤專科醫生法塔 Ferrit Vater 大批受害人和家屬相約乘坐一輛大巴士到法庭聽取判決 大部分受害人對判決感到不滿 在法庭外舉起標語牌抗議 認為四十五年刑期太輕 無法彌補法庭對病人所造成的傷害 為非癌症病人進行化療主審法官博爾萬判應時 形容法庭所作所為十分可怕 並下令法庭要在聯邦監獄服刑 不過 在現行機制下 如果法庭在獄中表現良好 將來有機會提早出獄 法庭在庭上發言時哭成類人 承認自己違反專業操守和於德 他說 我難用了自己的才能 為了權力和貪婪 容許自己犯罪 我對權力的追求 其實是智慧 553人受害涉款如億元控方指出 法庭提超過500名病人進行不必要的治療 病人向保險公司殺上 用來支付具額醫藥費 涉及金額至少1,700萬美元 約1億3,166萬港元 警方2013年8月把他拘捕 洛漢控告他詐騙 洗黑錢及串謀等罪名 他早於去年認罪 法庭等到現在裁判刑 主控官原本要求法官 從判他入獄175年 多名病人出庭作公時 講述自己接受法庭診時的恐怖經歷 他們本身沒有癌症 卻要接受化療 結果大傷元氣 導致骨膚 多種器官受損 生不如死 官狠批無醫得只顧賺錢博爾曼在判辭中狠批法庭完全沒有醫生應有的愛心和憐憫之心 只顧利用自己的專業資格去賺錢 過去一週審訊期間 法庭大部分時間都目無表情 臉如死灰 直到週五有機會親口向法官求情時 終於控制不住情緒 邊說邊大哭 向受害人和他們的家人道歉 但他隨即說自己罪大惡極 即使是道歉也是不足夠 今次是此案被揭發以來 法庭第一次公開發表講話 他承認找不到任何藉口為自己的行為辯解 又說病人找他治病 是期望得到他的資料 但他及辜負了他們 財產重工賠償受害者據當局公布的資料 調查人員透過保險公司確認553名受害人身份 涉及保險賠償金最少1,700萬美元 1億3,166萬港元 密歇根州東區內主控官巴巴拉 形容這中案件是美國史上最嚴重的詐騙案 當局會把法塔財產充公 再分給各受害人和他們的家人作為賠償 但部分當事人聲言會採取民事訴訟 向法塔撒取更多賠償 其中多名受害人的代表律師說 我們的訴訟現在才開始 法塔主理的密歇根血液殼及腫瘤診所 單在抵達律師內邊有七個辦事處 令外環經營另一個相關業務 專門提有需要人士進行測試 確定他們是否患上癌症 哈佛大學醫學院兩名專家英雄方邀請 出庭作證時說 他們在哪些診所內只能找到很少病人的案 令他們狠驚訝和困惑 有證據顯示 法塔除了為沒有癌症的病人提供化療外 還為一些有癌症病人提供多出許多倍的重劑量治療 不必要的注射多達九千多次 令病人元氣大傷 辯方律師求情時說 法塔已婚 有妻子和兒女 但醜聞被揭發後 家人都離他而去 離開美國 過去兩年不再與他聯絡 他除了新大名離 還失去了家庭 為自己的行為付出尋重代價 綜合報道家屬得滿判刑太興週五到庭 聽取判決的仇害人和家屬 帶多穿上鮮黃色衣服 象徵者是法塔見到陽光的最後一天 但當他們聽到法官指示判法塔入獄45年 而且還有機會讓他提早出獄時 他們都感到失望憤怒 走到法庭外舉牌抗議判決太興 部分受害人和家屬心心不憤 忍不住流淚 他們說 病人接受不適當的治療 身體受到終身創傷 但法庭卻無法為他們伸張正義 女示威者柏金說 他的丈夫本來沒有癌症 但在法塔的康牌下 接受連串不必要的化療 原本健康的身體慘被打殘 柏金說 45年刑期實在不救 他說 他像許多當事人一樣 都希望法庭判處法塔最高刑罰 即入獄175年 另一名示威者史提夫說 法塔胡亂斷症及治療 累到他的妻子要鋸斷大腿 變成永久殘障 談到法塔在庭上通哭 史提夫說 他只是在造騷 主控官回應時也表示 對45年刑期感到失望 但有信心法塔不會提早出獄 相信他有生之年大部分時間都會在獄中度過 女主控官巴巴拉說 化療會殺死人體內的癌細胞 但同時又會殺死健康細胞 法塔胡亂替沒有癌症的人進行化療 不是要保住他們的生命 而是要毒害他們 綜合報道 若搭壞號 Gro难以後 mechanism Не 感谢观看